那个 小仙姑 我就是跟着你去看看 长长见识 我不偷学的 你若是能学去的话 我不怕你学啊 不论是画幅 练单还是医病 能有奇效都是因为我的灵力 别人能学去才怪了 小仙姑 你们是过来给公子医病的吗 今天公子的胃口可好了 喝了一碗粥 还想再喝 我没敢给呢 你做得很好 听到说话声 静云睁开眼睛 看到小烟宝 他想起身 哎 小哥哥 你别动 你现在虽然外表看着是精神了点 但都是靠着我那颗九转吃阳光混蛋在吊着呢 还想要真的恢复 且得等一阵子呢 小仙姑 我现在倒是不害怕死了的 我很期盼来世和母亲的缘分 小哥哥 你娘亲可不是这么想的呢 他希望你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过完这一世 不然他会好难过的 我也不会让你死的 你今生还有很多的事需要去做呢 你可不单单是你自己哦 好 我一定做个有用的人 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拿出针包 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十三根针 其中十二根是银针 第十三根是金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巨阳十三针 小仙姑 请问这是巨阳十三针 是的呢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几根针把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见到阎王的时候 我也没见你恰人钟啊 你个棒子 你懂个啥 江郎中不错眼珠的盯着小烟宝给寄云施针 到最后一根金针的时候 小烟宝犹犹豫了一下 不怕 我是契云宝吧 稳住稳住 再说了 就算是这一针真的让他丧命了 我也能去地府找阎王 把小哥哥的魂坡要回来 这么一想 小烟宝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稳稳的一针扎了下去 可是这一针下去 静云当时就两眼一翻 没了气息 公子 公子 师父 下一波怎么弄啊 如果师父说一句 把人埋了 他立马就去挖空 徒弟 你看好了 我去趟 主人 莫慌 苏公子没有死 巨阳针巨阳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夹子状态 一刻钟以后你拔了针 苏公子的阳气就完全恢复了 真的 主人 当然是真的 你是只记针法 不记后面的标注 你再去翻一翻一点里 巨阳十三针的最后一眼 我又不识字 你让我翻也是白反 你让我死了得了 不认字 这一点是怎么学的呀 是梦里应塞给我学的 又不是我愿意学的 何者是梦的错呗 沈东见这屋里的几个人都这么干看着 他转身就往外跑 子虚道长看着小丫鬟要出去报信 一把就将他抓了回来 我师父没发话 谁也不能出去 沈东扯开嗓子刚要喊 就被子虚道长提前预判 将他的嘴捂住了 你要是感染 我就恰死你 你们究竟是来救人的 还是来杀人的 不会你们和周姨娘他们都是一伙的吧 黑吃黑